下一个嘉宾呢 实际上好像也认识 就这样啊 你来猜猜下一个嘉宾是谁 特别稳重 特别淳朴 特别热情对朋友的人 我觉得应该想不到 因为前两天他那个 还在给我发微信说 过两天要去我的老家张家界玩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你来问 男的女的 对 就男的女的对 对 男的女的 对 女士 女的 那你的年龄比我大 还是比我小 女士的年龄不能问 这个回答完美 我们最近有见面吗 不光是线上线下 有见面吗 当然有 好 第四个问题 你是唱歌的还是演戏的 都不是 这个是就帮我整蒙了 你就问他 我喜欢过你吗 你喜欢过我吗 我喜欢过你吗 哎呀 我的妈呀 那我哪知道 哎呀 那是王小千 王小千 好 是不是 主持人王小千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啊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帮我打开二号房间 看谁来了 答错了 王小伟 你哥讲话了 他哪句就讲话了 他哥什么演员呢 他哪个 他这个演员 他唱歌呀 九月奇迹王小伟 与大来宾相识多年 更是在音乐上 心心相惜 互相学习 今日他惊喜前来 将带来哪些 属于他们之间的故事 我刚才说 我们喜欢 真喜欢 你真喜欢 好多人都喜欢 完了完了 你们谁都不喜欢 你媳妇已经 已经抽携他了 刚刚有人提示我 这个问题应该那么回答 我没好意思 怎么回答呀 你说 喜欢我的人多了 你算老几 你就应该那么回答 真的吗 王小伟和石头 你俩就是咔 我要把琴 给你往这一搬 你俩能唱一首吗 他们俩不用琴 就能唱吧 来来来 凭对你下个反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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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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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姑娘 有人也称为爷们 有人称为姑娘 有人称为爷们 从性格上理解也可以 小伟多爷们啊 如果是王卫念老师在里边 他可以说 有的时候他们说我是男的 有的时候说我是老太太 那也可以啊 对吧 这样啊 咱们先送别石头啊 咱们要常联系啊 咱们感谢一下石头 谢谢 谢谢石头 谢谢 拜拜